宜蘭縣議會第18屆第4次的臨時會 今天上午舉行開幕典禮 而在這5天的臨時會主要是要審查電付案 結束之後緊接著還有一次定期會 而兩次的臨時會一直到12月25號才結束 而近兩個月要完成4次的會議 為期5天的縣議會臨時會今天上午開幕 將審查有關交通、環保、農業等電付案 還有進行103年度宜蘭縣總決算審核情形報告 議長陳文昌對於縣庫財政感到相當憂心 我們還有包括自財性 最好要是36億以上 是我們剛才4月1年稅金6千萬 現在不只4千萬、3千萬、9百萬 也可能變成3千萬 這個九個貴的福建 本來我們所計算是1千6百萬 我現在還要繼續 連七個月都沒辦法了 要怎麼沒辦法去韓國 所以當然這些老衛生來做 是不可能的 包括平常基金我們都知道 慢慢的改善慢慢來做 慢慢來給我們國安的財政貸貸 可以改善在這裡的 好的結識、好的比方 縣長林從賢率縣府各局處 以及主管列席 對於財政問題表示 在有限資源下 縣府秉持開源、截流的原則 進行相關政策的執行 同時向中央爭取經費的澱付案 期望議會能優先處理 進入審議通過 我們建國的財政總庫 我們可以在我們優先的主委當中 去做各種的開源 或是各種政策的工夫 可以增加我們環境 這個建範的一個作法 我想這方面 除了環政府傳染修組 對整個月這麼多年來 有很多建案 我們也在相關災情 建範修組裡面 都有研究 當然 在我們公務機關 怎麼可以 在開源這個頂端 有各種積極的作法 相信 幾個月有很多補貨疫情 我們都可以用在我們的 相關的價位和政策 做檢討 以後來做一個設置 所以 在相關 在我們政策的補助 的價位的案内 有很多 也希望幾個月 在這次會期當中 可以對上級的補助 這些電路反而 可以來優先處理 因為 我們在台灣這個欠貨 補助貨 可以有一個 後來的進展 我們可以順利 在幾年完成 相關的進展的結尾 五天臨時會結束後 緊接著還有一次定期大會 兩次臨時會 在近兩個月時間內 要完成四次會議 預定在12月25號結束 宜蘭新聞記者 黃竹翰怎麼不到